小白球一推進洞露出笑容的就是新竹縣長楊文科 還跟旁人集權最後在國嶺上脫帽大合照 氣爆前訪日畫面曝光引起討論 燒肉店內舉著酒杯楊文科笑得很開心 還站起來跟日本友人say something 仔細看餐會畫面 跟楊文科同桌的還有神護士議員等人 另外隔壁桌是前縣長邱敬淳 偏偏楊文科是現任新竹瓦斯公司董事長 邱敬淳是董事 赴日行的吃喝畫面對比氣爆現場 有民眾怒了決定罷免 在飲料店內寫起連署表格發動罷免的是 綠黨前議員 以二零二二年縣市長選舉人數計算 第一階段要收集到四千五百多份連署書 才能往下 但根據選霸法規定 去年底就任的楊文科上任 還不到一年 目前無法罷免 不過縣府也表示相關影片 是在六月二十二二十三日拍攝 二十四日意外發生 立刻更改行程回臺灣 而且相關費用皆數自費 一下都回來了 因為他之前確診 我要出國 我在主管匯報 都當眾都有宣布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偏偏第一時間 新竹縣府 沒有人能交代清楚 這才是讓楊文科 在打小白球 還有倡飲吃肉畫面 出現後 繼續引來批評的關鍵 華視新聞 綜合報導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體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